這時候大家不用去擔心說 今天到底誰要出來面對媒體 今天到底誰 還是要啦 有時候這個面對政府單位還是要理事長出來 那到底誰要說什麼話 怕說一個麥克風 我到底要說什麼 哪些說會不得體 你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基本的充止的方向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講那麼多 請大家拿出另外一張白紙 我相信我剛才講了將近20分鐘的時間 介紹一個品牌 我相信大家也大概有一些想法 也大概聽 我相信大家應該聽得懂 請大家簡單寫一下 你對於貴商圈或貴公司或貴公所的品牌價值 品牌的概念或是你們的特色是什麼 這樣簡單講 特色大家可能比較聽得懂 特色是什麼 沒關係 後面的夥伴沒關係 剛進來沒關係 等會我再跟你們 我等會簡單再複數一下就好了 有些調在裡面都有 很快寫一下 等會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後面我看有紙喔 有紙嗎 有白紙嗎 有白紙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一張是寫東西 有些幫大家分享的 有些幫大家分享的 這都是可以寫的 對 這可以寫的 另外一張 麻煩幫我這邊寫個名字 因為我是貴重視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你們代表的單位 然後會用教學的方式來跟大家做分享 不用太擔心 大家沒有訂的 大家會想去幫我寫一下 幫我寫一下 好 如果已經寫好了 或是覺得答案你已經足夠了 就把眼睛看著我就知道了 如果還沒的話你就頭滴滴 我大概就這樣子就對了 再給大家30秒時間 聯合大概前三位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最後五秒 4 3 2 1 要寫繼續寫 不會聽筆啦 只是我都會教你們而已 好 我本來現在想要找你咧 安姐 我本來想想找你咧 我要直接講 你可以直接講嗎 好 那你覺得你們 大廟口商圈 大廟口商圈在桃園 桃園是哪個廟口 錦福宮 錦福宮 對 它應該算是在桃園市中間 那它是一個百年歷史 百年歷史古切 所以其實它也是歷史文化 對 其實它是大廟口商圈的一個核心大 那就是說 你指的是文化歷史這一塊 文化歷史 對 那我們希望藉由就是大廟這個行銷 然後來帶動這個商圈 因為其實在大廟口商圈 現在是已經慢慢老化了 那商圈是轉移到年輕市場 就是鑽在某些單位 你現在要往那個議員客群那邊 所以希望再藉由這個大廟 因為其實大廟這個地方 還是有很多會來敗江 那還有一些房子 也有客人 所以簡單說 我這樣聽起來有統整一下 所以在桃園的大廟口商圈 我這樣聽起來 第一個它給人家的感覺 第一個文化歷史 有傳統的特色 有傳統特色 但你們有特別的 例如說是專門賣衣服賣小吃或賣什麼東西嗎 小吃潤餅 賣小吃潤餅 好 那所以說在有地方的特色小吃的東西 那個是已經老化了 已經有老化的危機跟問題了 所以說商圈急速要去做振興的工作 那基本上 因為基本上我其實這 我今天講三個小時 每一堂課都是拆蓋六十另外三小時 所以我今天其實幫點這三位 其實我原則上以往再上品牌這堂課 那講到行銷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你們如果以我單純來看的話 因為我還沒有完全接觸櫃商圈 那以單純這樣聽起來的話 櫃商圈應該要塑造那個形象 因為基本上老街跟文化廟城這個東西都很多 其實在台灣上面很多都是主打這樣的一個特色 那我會建議你們還要再 可能如果在振興部分 你們還要再找一個專屬的特色出來 專屬你們自己要再去激發出專屬的特色出來 因為這樣的東西 像你剛才講潤餅 OK潤餅 那未來如果媒體要來採訪 或者是你們在活動要來創造的時候 我記得潤餅好像有潤餅結對不對 像好像每個縣證 都搞一些奇妙的活動出來 所以有沒有可能搞一個商圈這樣一個特色的一些活動出來 是針對於你們的添加 或者是你們的活動內容 或者說品牌 你如果說你要針對於廟的這個部分 廟的部分以往也有做陣頭的比賽的活動 那我不曉得櫃廟是信奉什麼樣的信仰 那所以說有些東西 例如說延伸出來就很多可以玩的東西 例如說兒童節到了 小朋友的著色比賽 廟話 畫廟 來接觸文化古蹟的東西 來去做相對應的比賽的一些活動的內容 那我講得很出錢 後面還在去規劃 那食的部分有什麼樣東西可以去突出出來 因為畢竟我相信現在不景氣 大家很多人都轉移做什麼 賣小吃 可是還是很多人賺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第一個外食人口很多 第二個很愛吃 特色的東西 特色特產 特色特產 可是偏偏目前台灣的商圈跟夜市 都統一化了 都統一化 所以士林藥燉排骨 每個地方都吃得到 而它這邊是每一個夜市必備的攤位 沒有一個專屬的你們自己的東西 所以你要去經營商圈 其實吃是很容易 因為像我們打開電視八十幾台一百多台 最起碼一個禮拜最起碼 三到四個節目在做市的 尤其在做外景市的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你們可以再去專研一下 這個是極空給你做意見 謝謝 好 來 我來 你剛進來先不要叫你好了 你給我扛起來 我們是新北市的 新北市的喔 我們把機會這樣給商圈的朋友 是喔 是政府團體就對了 是… 好 我們玉琴的劉大哥 玉琴商圈 大家好 因為我們當天是 這個商圈的立法 就有立法 那剛好我剛好退休 剛好有這個機會 回到家的時候剛好要措折零旅行 台南市頓票我們來措折零旅行 打個場 所以是台南玉琴嗎 對啊 英俊台南海喔 剛才那個 剛才也是被來 來… 我想說剛才頭髮已經夠遠了 沒有 剛好打電話給莊惠 我們剛好那時候要報名的時候 我們剛好也是 有沒有報名 還有這個機會來聽問特程 因為其實我們也要寫一點那個 人間族群的想法 就像老師所講的這件事 我們都沒有想過 而且他有創意 創意性的東西 沒關係 那劉大哥你覺得你的商圈特色在哪裡 我們商圈的特色喔 有兩個一個就是文創 就是這次大廟 我們本身有 在疫情市區裡面有一個北極街 牽跑的時候有大廟 然後我們疫情區本來有一個堂堂 那堂堂後來會掉 所以整個疫情區一直沒陋 沒陋 那剛好有永康 他其實盲口堂是因為永康打響 然後去找到疫情是原來盲口的股價 所以還有就配合我們農衛 農衛又打出熱血小 所以對疫情來講是前途看好 但是我們在推的時候 推的時候就發現到一些比較正義好的店家 他根本不理會理傷錢 所以這是我們很頭痛 所以出來順便要了解一下 順便要得一點答案 我想先謝謝劉大哥 那我想後面最後一個問題 不是我來幫你解決 這個因為說實在話 這個大部分商圈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說真的 除非是老了 以前老的商 比較成熟的 不要說這個 製團已經很成熟了 然後剛好跳出來洗 這個商圈的老大 大哥級的人物 摸摸頭 不然每次辦活動 不要說有些店家不願意幫忙 就算是會員店家 每次要辦活動說 蛤 又要叫我打九折喔 我打完了九折又沒幫助 公園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賣水餃的阿姨 在那個公園那邊 他每次辦活動 還要叫我打九折 九折又要買幾條水 還要賺得回來啦 所以他也是會員喔 他也滿支持活動的喔 可是他每次都會改喔 所以有些是在於人性 有些是在於組織的經營層面的問題 這個地方我現在不願意幫你做回應 那在於你買 你買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 我想大家應該都認同啦 不是要去分那個南北的關係啦 南部的 那我是高雄的 不過剛才早介紹一個 就是疫情還有一個就是交發燃事件那個事件 什麼事件 交發燃事件 現在好像有要 要推一個紀念館 已經要再跟團團講那一段紀念館 好 了解 我想你們幾個優勢 第一個 我們南部文有名就是熱情 熱情 熱情這個點 那我想的 我有些東西講是形容起來 而是比較序理化的東西啦 熱情怎麼樣去衍生出來 我們要給人家體現出熱情 所以最近台南的那一支廣告 很無厘頭 你看看過 就一個 甘馬店阿伯 不是甘馬店一節 老闆然後有辣妹 哪邊可以衝浪 哪邊可以吃芒果 摳乾節 斧頭的摳底 沒看過 我相信大家有可以看 那一支廣告 雖然無厘頭 還蠻有趣的 對我來說 還蠻有趣的 那他把台南 原來台南也有半沙雕 原來台南也有音樂技 原來台南可以去衝浪 他藉由無厘頭的方式 去呈現出台南的這些 以前我們不知道的特色出來 那相對來說 當然這是因為廣告手法的問題 廣告手法問題 那我要講的是說 未來你們在於商圈經營上面 大家我覺得第一個是對內 我們品牌常在講不只是對外 還有對內 你內部要先一致 你內部不一致 你商圈的頭講得再大聲 外面不理你還是不理你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那個熱情 從內部衍生到外部去 去讓大家慢慢先 我覺得是你們內部組織 要先統整出來 那把這個熱情先展現出來 第二個產品有了嗎 產品有其實很清楚 其實很清楚 那只是說未來這個產品 能不能變成衍生出 你們自己的專屬特色的東西出來 例如說預警開發出來的 因為像日本很有名 日本最屌是什麼 每一個鄉鎮室都有自己的correct 自己的吉祥物 自己的吉祥物 當然我不是說台灣也要這樣跟著辦 可是如果你們有能力或是有想法 像我知道吉隆要搞一個那個小館 小館嘛 小館寶寶對不對 對 那 小館寶寶 小館寶 有那個correct人 有那個造型出來的 那 基本上在我們幫活動來說 有那個correct有那個代言人 就很奇怪 人就會自己出來 人就會過來 只要不要太醜 我前提講不要太醜 拜託 你們說 大文老師說 有造型 有吉祥物出來 都有啦 這個 用得很壞 也分你 像我會跟大家介紹 我這是今年二月在台中 在台中辦 台中的燈節 台中的那個元宵燈會 那時候 今年是什麼 蛇年嘛 那我們有想到要辦 要搞一支造吉祥物出來 那